线上超码家人大家午安 感恩导师 感恩宇宙天地 感恩营运长 感恩美丽的主持人 给我这个分享机会 那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在去年的9月份 刚好到现在大概一年吧 进入超码 那我是一个退休的老师 那还没有进超码之前 我觉得我个人是一个 非常不懂感恩的一个人 所以造成了身心灵不和谐 当然不和谐就不健康了嘛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自从进到超码以后 我才慢慢发现在心法中 老师说我们每天 要去感恩很多很多事情 那我才开始从小到大 去想到现在 真的一切如刚才 俗意中医师所说的 剧本都是自己写好的 从小我就得到天地的祝福 而自己不知道 那三次大难没走 然后又让我有个很好的 很美满的家庭 然后又让我读书顺利 然后去出国 然后回来教书 那之前不懂感恩 就是因为这么顺遂 所以呢 造成了我直我慢 那造成我直我慢呢 自己还没感觉 因为觉得自己好像 一切都是理所当然 一直到最到结婚的时候 天地呢 又帮我安排一出戏 其实是我人生要面对的 那碰到了我先生 那个时候呢 考题才真的感觉到 哎 奇怪 怎么生活不像 我想象中 这么这样的幸福 因为我先生呢 他是一个跟我一样 我很大 他是从事 在台湾算是三个 很大的公司 三个大人物里面 集中一个 所以他是从三我从教 所以他的下面 他的上面只有一个人 我上面只有一个人 所以他伤害我教 两个都不协调 那时候开始 我们两个刚开始会吵架 之后不吵了 变冷战 因为话不投机嘛 那一直到我106年 106年我要从学校退休的时候 我去学校健康检查 那护理师打了一个电 打三次电话给我 他说你有鼻癌细胞 你要赶快到专业科目去检查 不要开玩笑 他说我其实就是鼻子 就是好像吹冷气不舒服的 吸吸素素会流鼻涕 那症状还没有很明显 那107年退休的时候 因为我弟弟是口腔癌 然后他在长根医院 我大概一个礼拜去看他试吃 陪他试天 那在当中呢 我醒悟到一件事情 因为他打了化疗 那整个身体是非常的瘦弱 皮包补 钱没了 人也没了 在107年12月份 往生了 那段期间给我很大的醒尸 我告诉我自己 我绝对不打化疗 我宁可跟负能量共存 那时候不叫负能量 那时候我不懂 这叫做癌细胞 那所以108年的时候 我一整年都在寻找 如何增加我的免疫力 及如何 这个癌细胞是怎么来的 去寻找 其中我看到一本书 他说癌症是灵病 我看到这以后 我很震惊 所以在109年的时候 就去年的时候 我的表姐拿了超级生命密码给我 他说这本书会让你很富足 我心想富足 我退休了也怎么好富足呢 我那时候当时讲的富足是财富 可是当我把这本书看完以后 我发现这就是我要的 因为超级生命密码 讲了两句话 深深打动了我 第一个超级生命密码 给你的副产品是健康 平安财富 我心想天哪 这是这么大的东西 还是副产品 再看下去呢 正产品是灵命提升 那时候我很震惊 所以去年的9月19号 我就约了我一个朋友 也是以前叫系统 一起修个朋友一起去 其实当初我是带着全然相信 我真的没有怀疑 因为我这个很单纯 就是信就信嘛 不信就不信 不信就不要去嘛 就去的时候呢 在签到的时候 他们就送我一本超级生命 我说我已经有了 他说没关系 再送给你 你可以给朋友看 那我就跟我朋友说 我们来捐个十本书好不好 拿人家书嘛 不好意思 就捐了十本 其实当场 我的右膝盖 因为我的脊椎 受过两次 应该颈椎两次伤 尾椎两次伤 而且都是非常严重 车祸伤 那尾椎是爬山 到最后尾椎是裂胎的 所以我的脊椎真的是不协调 而不协调之下呢 产生头会脏痛 然后会牵引到我的神经 我的右脚膝盖 我的右脚膝盖常常痛 而且我一个月 至少要去整肌两次 没有的话 我可能会 脚都没办法走路 非常痛 可是当天 当天我就 起来的时候 我当天脚是很痛 右脚很痛 起来的时候 完全不痛到现在 我就跟我朋友说 哇 好神奇哦 我现在脚完全不痛了 结果他们 因为当天我不知道 有网络共修课 后来他们跟我说 有网络共修课 然后第一次参加 网络共修课以后 我就发现老师的话 非常震惊 非常震撼我的心 然后就在一个月内 导师就有一次 在共修课心法的时候 我的肩膀 两个像针一样往下刺 就像人家那个 很长很长的针往下刺 奇怪 起来到现在 我的头没有战痛过 可见导师真的在共修课 真的都知道 你的需要的需求是什么 那接下去呢 导师在 接下去的一个月 老师在心法中讲了三次 有些东西修一修就好 比买省时又省钱 每讲一次 我的车子出现一个大问题 第一次是机油漏光了 我还从大溪开到中壢 到四十几分钟 第二次 我的水箱水漏光了 我还从台北开到中壢 第三次 因为那crudgy的问题 可能会临时暴冲 所以在台北就被我女儿挡住 不准我开 那这三次 说真话 我的车子修完了 到现在真的是非常好开 就是所谓的平安 所以健康平安都得到了 那我常常就说 既然我都要健康平安 我要去跟人家分享 那他们说 那你分享什么 我说我健康平安就很够了 不是建内人最需要的吗 那他们就想说好吧 那因为在导师的共修课里面 常常提到能大就不要小 能快就不要慢 那我刚刚讲到我鼻癌 那其实我在做心法的时候 我一直跟他忏悔 我曾经跟他沟通 我印书 功德回向给你好不好 没有感受 那我去买票给你好不好 没感受 那最后我说你是要去接引人吗 我那个整个鼻子非常的通畅 非常舒服 我说好吧 那我怎么接引人 就很奇怪 可能这负能量 因为老师说 可以邀请你的负能量 成为你的护法 那我就在心法中 邀请他成为我的护法 那后来我发现 其实我的鼻癌 人家说真病无药医 我的鼻癌 应该是我的负能量 带领我到超马来修行 那有一次 我就开车 开到龙台女子监狱的时候 我突然一个念头 很强的念头说 我要进去拜访 那为什么进去拜访 因为在我接触 很多的亲人当中 是被冤狱的 那为什么冤狱 不能怪别人 是因为千年因果在 所以我去的时候 那个所谓说 对不起 我们这个是公家单位 你只能用行文过来 后来我们就寄了书去 就那么一个老师 辅导老师非常好 他收到以后非常高兴 看完 希望我们再寄多少书过去 那突然用一个灵感告诉我 上网查查看 有几个监狱 总共53所监狱 所以我的53所监狱 我都寄了书 抄码 千年之约 疗愈跟住的秘密 可是后来就想 老师不是说 能大就比较小吗 然后接下去我想 那我接下去寄哪里呢 哦 原来是寄这个县市长 那县市长呢 监狱里面有两所给我回复 那县市长只有台中市长 跟他秘密说 一定要跟我们联系上 感恩我们 然后没有继续要书 那后来又想到国小校长 因为地址归马 从基层做起 所以又写了一封信 用天元志工的名义寄去 那有两个 接到两所 国小校长 非常认同 我们的超码 那当然后续动作 我还继续动 那有一次呢 我中间停了一段时间 我的鼻子都非常的不舒服 然后睡觉 也根本就没办法呼吸 我就跟我的负能量说 是不是因为 我又开始有点怠惰 好像有感觉 那我起来坐心 马上跟他忏悔 忏悔就很好睡觉了 所以我就说 今天负能量 今天我的 负能量当我的护法 我不能怠惰 也是他逼我往前进 我真的非常的感恩 那讲到老师的心法过程 老师的很多活动 10月24号 老师的音乐会 前面几首说真话 我听了没什么感动 只有到我们的路 我就开始飙泪了 哇原来这就是 我要寻找的路 那10月25号那天 在会议中心 国庆会中心 我从10点开始 一直到晚上6点 我的头是痛到 想吃止痛药 但是没人带止痛药 结果我就忍耐 就很奇怪 回到中立就不痛了 后来问别人 别人说因为 因为我是九月份进去的 能量还不强 他说因为你的能量很弱 你一时接受不了 老师超强能量 所以在3月13号 14号的活动 因为我妹妹的小孩 碰到一些问题 那我就请求天地帮忙 而且3月13号 14号真的是贵人显现 难题游节 那5月23号 刚才讲我的身体已经健康了 可是我的灵 我刚刚讲说 我跟我先生之间的问题 就是彼此不吵架 可是那种闷在心中 所以在5月23号 老师的心法 第一个心法 他说在广阔的草原上坐着 把你心中的不满 或是委屈 向高山或森林吐去 就吐第一口开始 我的研究开始飙了 一直到这个心法结束以后 我的心口突然开了 我的灵魂真的是得到疗愈 真的非常感恩 身心灵要聚合 才是全方位的健康 健康密码里面说 一切的病因都是心的作用 那怎么样调心呢 他说明理养心 才会保持内心的平静 或是不动怒 要明理就要读圣贤书 比如像弟子归 所以老师说 我们弟子归每天一集 开始发现到 我有好多的缺点 比如说归劝人 而不懂得去关怀 就是理直气壮 那么理所当然要这样 有点类似得理不饶人 往往得到很大的反弹 而且是漏得 自己都不知道 跟他讲话呢 也不够谦卑 造成了我慢 也损得 也不知道 所以在生活中 一直在漏 自己都不知道 那这个造成生活的不顺遂 那到后来灵性上 我有看到健康密码 里面想一句话 灵魂是靠德来滋养 生病的灵魂要用 忏悔发愿 以及利益众生的愿来洗涤 哇 这句话真的让我很震撼 所以身上 书上所讲的 所有的疾病 都是灵在作祟 就是刚才讲 我不知道中医师会不会说 真病无药医 一切都是灵在作祟 那灵呢 就是灵魂 灵魂和真我 灵魂就是真我 当我真我守不住的时候 夹我的肉体就任意妄为 尤其呐喊很高兴 因为他得到了 有报复的机会 所以导师常讲 生病是来帮助自己 重新认识 看待生命 它不是要你的命 所以我觉得有些癌症病人 没有因为这样认识自己 而白白浪费了生命 真的是蛮可惜的 那过去我的 过去自己的我不懂珍惜 让身体和灵魂 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而现在呢 负能量也成为我的护法 真的是非常的感恩 更感恩自己有福分 有缘分进到钞马来 跟着老师 跟着弟子规 然后如何指漏 如何累积德之良 那老师昨天在 在供修课也讲一句话 心呢影响生 也影响灵 灵呢会影响 全身的身和心 那如果没有百分之百 如法实修 红尘尽忠要顺遂 要轻松如意 那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呢 在我生命当中 我还有很多很多的缺点 希望借由这个抄马 借由弟子规 能够一步一步的把它改掉 那能够达到老师说的 人生要圆满尽 那诸多的功课 自己去面对 那真的很感恩 有一群这个抄马家人的鼓励 今天疫情的关系 我们都可以在信上分享 也有天地的祝福 又有导师的尊尊教诲 说真的 我真的是没有理由不进步 那是问题在于 我自己要与不要 真的是非常感恩 那在其次 我分享一下太阳连夜转运法 我非常的喜欢 太阳连夜转运法 现在我跟接引朋友 都跟他们讲 先从太阳连夜转运法开始 我讲第一件 刚才讲我先生的部分 因为他 我很大 我也我很大 那造成中间 就是变成平行线 我们是不会吵架了 就是有点像冷冷的 但是呢 导师说 红尘禁要圆满 所以呢 老师又说 在红尘禁中 无法解决的 你就在心法中 跟他唱回发院 那当然我也买了一些音乐票 跟他唱回发院 只有现在的我先生 非常的和谐 而且我们可以互相的 讨论很多的事情 那第二个 灵夜转运法 我记得在七月份的时候 可能是一个负能量 想要功德 介于我婆婆的身体 因为我婆婆九十一岁 身体比较虚 然后整个晚上 两个晚上都不让他睡觉 那个外拥呢 照顾得有点受不了了 跟我complain 结果在做心法 突然间一个灵感告诉我 是不是负能要我做功德 我当场就说 好 你不要吵我婆婆 我注印书给你做功德 很奇怪 从那个时候到现在 我婆婆晚上都没有吵闹过 所以我觉得这个太阳连夜转法 真的是水果之王 那真的好好的应用 不应用真的蛮可惜的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 感恩 线上超马家人联听 感恩思杰 主持人的邀约 感恩大家